前幾年的那個 《西歷人妻》這部片子你有看過嗎? 這部片子真的我覺得很好笑的是 我其實因為一直在忙於服務 所以一直沒有什麼時間看電視看電影 然後都是從做客人 然後當湊滿七個人在講這部片的時候 你一定要看一下了解一下到底的功效 才知道說原來也是一樣嘛 甘心糾結嘛 三角戀愛、四角戀愛啊 這一種的 對 那這部片子其實它的題材是個老梗 她並沒有很創新 但是因為演員的演技非常精彩 而且她的刻畫絲絲入口 那看的人都會覺得非常同情這個女主角的大老婆 大老婆 然後其實在戲的最結尾的時候呢 是這個男主角其實是很慘的 她的結局是很不好的 但是她大老婆也不再跟著她 跟她離婚 然後在這個小三人最後也離開她 所以真的結局 對男主角來說其實是很不好的收藏 但是發生在現在的社會上 其實她一直存在 對 那如果我們以這三個三角關係來講的話 可能是他們每一個人的處境的話 如果是大老婆 她來找你的話 你會怎麼去解決這樣子的問題 讓她可以克服她的創傷呢 通常來我這裡如果她是大老婆 她來我這邊其實會有兩種不同的反應 第一個是 我已經知道我老公外遇了 但是我很緊 所以我就會說 好吧 既然大家都已經外遇了 她都已經出櫃了 她都已經不愛我了 那我至少要有錢 所以我會去強化我的金錢的動能 所以她可能會找我做原成功勞 去把她的金錢比較穩固 或者是唐羅牌的方式說 我到底什麼時候到底該不該跟她離婚 到底用什麼方式跟她離婚 我要找哪個律師找哪個會計師 這方面去協助她 那再來是 有些人她會在一個自我內在反省的一個循環裡面 就是我都已經這麼顧家了 公遊購面了 然後每天打理自己打理家 然後都已經忙得都不曉得該怎麼辦了 可是她就是忽略了一點就是跟老公之間的互動 那這一點其實在裡面 我們在協助她不管是NLP的方式也好 或者是NGH的方式也好 其實可以協助她看到她自己 其實在這個婚姻走來 她是不是有她的盲點 那我就會問大老婆 你是想求何還是想乾脆淋一禮 因為有的時候就是勉強在一起也不見得是幸福的 雖然我們老一輩都說勸何不勸禮 可是因為現在的人 女士的意識也越來越高 她自己的經濟自主權也很能夠能力也很好的也很多 所以我們會用一些比較深層潛意識的部分 然後去協助她 讓她知道說她的未來她如果想這麼走的話 將會面臨到什麼事情她有沒有準備好 然後再來是提升她自己的自信度跟自愛度 有些人她會一直晚上就一直循環 然後會做一些自殘的動作的也有這種大老婆 自卑到一個極致 可是她在別人面前的時候就是 我是光鮮亮麗的我很OK 然後當然我們也會講說要過分自大 那如何去寫好那個自卑跟自大中間 讓她做一個中庸的一個平衡點 那也是在我們的課程裡面會去做到的 那如果是小三的腳色來照應的話 小三也很妙齁 有一些小三就是我要做大 我要怎麼樣才能夠讓這個男的 讓這個男的重心放在我身上 那就是她的主要的課題 那還有一個就是我甘願做小三的 其實我在這邊做命理這邊做這麼久 其實我是用一個很開放的心情去看待 眾生雲雲的這些事情 有一些真的很有能力的老公帶著大老婆 帶著他的兒子 然後跑到我面前來說 我們要請老師擇日 擇什麼呢? 納竊的日子 真的喔? 真的 納竊喔 在我們的那個紅皮通書裡面也有 納竊路就是納釘孔 就是納人才 是有確定的日子的 因為在我們的古代 大部分都是男生就是 我可以三七十千嗎? 對 那如果很有能力的就是 大老婆做一個事業 二老婆做一個事業 也是有這樣子互相互不干擾 然後每個家都顧得很好 很負責任的男人是有的喔 想一下王詠卿 以前的年代 以前的年代 那因為現在我們 因為女生的意識也比較抬頭 經濟條件啊 各方面知識 其實也不見得 就是跟男生一定說 我們就一定比較卑微 所以女生會去爭取自己想要的 所以來找我的小老婆們 有一些是我真的甘願做小 那這種的他就會去強調說 我要如何 他會把重心放在我身上 當然有的時候也會 希望我能夠多一點幫助 這種需求的也有 所以要看 那如果有沒有男生來找你說 欸我好痛苦喔 我想解決這樣的問題 他其實變成 有有有 對啊 他其實他很愛大老婆 可是他又忍不住 又管不住自己 對這個我覺得來找我的 就是遇到那種三角戀愛的男生 有一個很特殊的地方就是 他們通常大部分 是被小老婆說服 或者是看到小老婆的改變 而前來找我的 那他很妙的是 我可以掌管我大老婆 我也可以掌管我的小老婆 可是當這兩邊都失控的時候 男人嘛就是要掌控嘛 當你的掌控欲不見的時候 他總是要握一邊嘛 他覺得到底怎麼了 為什麼我連小的都掌控不住的時候 他就會想來探究 然後來的時候 他可能就是說 嗯 我其實就是很愛我的大老婆 然後他都跟我照光之妻 然後跟我拼命到現在 可是我實在是忍不住 因為工作關係 我常常可能在外面加班啊 職場戀愛啊什麼的 還蠻經常發生這種的 那有些職場還有一些文化 就是某些特殊的機構 他會有允許就是under table 就是地下情 那也都很明確的都是職場戀愛喔 那這種情況他就會說 我要怎麼去跟我的小老婆還有溝通 然後我要去辨別說我真的很愛小的 因為已經在工作時間 從加班越來越長 越來越長 搞不好你跟小老婆 或者是小三相處的時間 大於大老婆了 對 那反正他就很心安啊 大老婆就是把我的小孩子 已經生出來的小孩子 顧好就好了 那如果遇到呢 很淒慘的就是 老婆不能生的呢 嗯 那他其實就會變成 那我就過我自己的生活的 那可是做完之後 他有的時候還會面對到自己內在的一個罪惡感的部分 所以他會想來尋求我這邊說 我要怎麼樣去解決這個 到底是我兩個都放掉好 還是說我就是要選擇哪一邊 嘿 可是這個大部分都是因為兩個女人都找回他自己 嗯 對 不愛那個男的的時候 那個男的就會說 啊 那我應該要有什麼方法 才會來找我 對 他是我這邊的小小的 可是也確實有遇到這樣的客人 所以這樣子的男生大部分都是因為兩邊都掌控不住了 他才覺得有問題就對了 對 要不然他會覺得 欸我這邊掌控不住 我還有一邊啊 我還有一邊可以顧啊 所以這是一般的男人的想法就是這樣 有一些啦 不能講全部啦 對 我們也有一些還不錯的 負責任的好男人好爸爸對不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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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好 對 很可惜 對 分